《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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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 好像《中樂不足》 有些像我不是演戲劇 不是演戲劇的角色 可以提名 我覺得很新 很好玩 一部電影 我覺得是整體 我講了很多次 一部電影是幾十組不同的崗位 去完成一個作品 任何的崗位都很重要 隨便一個不好都不好 尤其是配角 沒有配角主角都做不到 尤其這次我特別開心 因為我是客串 能夠客串有這麼大的貢獻 我覺得是一個奇蹟 所以剛才我真的覺得 有好命中了牛彩 而且在這部電影裏 有很多一線做得非常好的演員 這麼好命他就選了我 當作家裡的比喻 例如你主要工作 可能是你經常去的地方 例如睡房、廚房 有些是比較少去的 我猜電影 對於我來說 電台就是睡房、廚房、洗手間 基本上一定要去的 有些工作 對於我來說 可能是露台 或者是天台 你比較少上去 你會見到不同的風景 原來他極差的時候 原來可以是極好 但極好的時候 也要預算 有一天會回頭 所以我現在看到 那個票房這麼好 我自己來的目標 都是希望做到票房毒藥 那些所謂的不知怎算好 患得患失的階段 對現在的得著 來得更加珍惜 那個喜劇怎樣拿捏 其實好看 我們沒有一個演員 對那個角色 有沒有一個很強烈的看法 而那個強烈的看法 甚至乎有少少諷刺性的看法 有這種諷刺性的看法 然後我們呈現出來 或者演出來 才會有那種喜感出來 現在我自己做導演 當你做演員的時候 你要很清楚 究竟那個導演想要什麼 那你會說 聶角角色 那我也有同 譬如我跟姜濤聊天 我自己有十九歲仔 應該怎樣 大家溝通 就是扶子之間的東西 去做那個角色 但是一直以來 所謂的客串就是 由以前開始 艱難也好 不艱難也好 有什麼角色適合做 或者要幫忙 就是會做 來到現在 你突然間有個戲提名 都幾突然 觀眾不管你 究竟有多少錢拍的 你拍得好看還是不好看 究竟你是一部電影 還是一部雜作 這些是觀眾會評理分的 我可以說 做一個演員 也好一個歌手也好 你不是真心 喜歡 或者是去奉獻自己 給一個作品 這一有少少私心 你就是會覺得 超級痛苦的這個工作 那種苦是熬不到的 也都很容易會身心都不健康 我覺得這個戲寫得很妙的地方 就是 這個世界 如果所有事情都是理智 可以解釋到 或者一些標籤 可以標籤了 事情就是這樣走 這個人生容易很多 但也都佛味很多 這個戲正正就是 關係 標籤 跟你內心的感受 完全是對撞 所以我覺得那個戲劇性 或者那個喜劇性 也是這樣來的 算是 狀態 記者 那就是 那個戲劇性 這次 也有 聰明 有 我們